我們昨晚有735宗核酸檢測陽性的個案 另外有698宗抗原檢測陽性的個案 所以今天總共的陽性數字是1433宗 加上3天890情報的個案 到現在是3128宗 在軟石方面 我們都沒有收到新的軟石有爆發或確診個案 但是已經有爆發的個案 或者有陽性個案的軟石 有29個老人軟石和7個殘疾軟石 分別報了54個是軟友的個案 以及有9個是員工的個案 我們就理解到家屬都是希望探望這些危急 病情危急和一些臨終的新冠病人 在可行的情況之下 公立醫院我們會按這個家屬的意願去安排這個探訪 而探訪人士需要能夠提供24小時內的快速抗原測試的陰性結果證明 如果未能夠預先安排檢測 都在探訪後即時進行快速抗原測試 也都提供結果證明 探訪人士 探訪前都需要細月資料的單張 跟隨醫護人員的指示 特別是想他遵守一些感染控制的措施 包括徹底清潔雙手 配戴這個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 和探訪後進行七天的醫學監察 雙手 雙手